S1红蝶小哈 对面这个阵容是什么阵容啊 又来了 没有救人位 啦啦队员带博明 休机速度非常快 6C古斗 画家 囚徒 这阵容厉害呀 这阵容你真别说 一个红蝶但凡抓人慢 一丢丢 他都没有任何真胜可能性 就三人开门战 都给你起很快 对吧 前期遛的好一点都四人开门战 哈宝这边带了个精神 飞过来 吃你一刀 球队这边也是显然啊 准备球稳 这里是一个垫取消插刀 但是人家这边有一个翻板加速 再放蝶 拦得住吗 上车了 这波上车对于红蝶来讲 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非常非常的头痛啊 赶过去 那还行吧 这边下车就是一刀 但是这一轮打完 我们来算一下鸡子的总量加起来 两台鸡不到 一分钟出头的鸡倒 两台鸡不到 因为外面这把的球者修击速度很快 并且他们的战力还真不低 红蝶呢 这边打拉拉队员的救人 其实也不是特别拦得住 因此 我觉得啊 现在算是一个 红蝶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优势 他有宝瓶 有真胜 但是宝瓶是没什么问题的 真胜 我只能说 目前来看 30% 这里拉拉队员给加速 囚徒这边一个翻窗加速 跟碟 交电 但是被卡住了 这一捆稻草真是要了 亲命了 那拉拉队员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想法了吧 先拉走 直接起这边的机子 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 画家的话新起一台 机子其实就差画家和拉拉队员了 古董商这边来救人 你还真别说 要不是红蝶有精神 我都能讲这个局 穷者有可能打四人开门战 拉拉队员这边 红蝶不太可能真的过来起杀星的 他就都得干扰一下 放了个蝶 这边飞天 古董商过来 骗 落地飞轮躲掉 好的 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这边点棍 也棍 先点 再一棍甩 再补 好 囚徒这边身位完全拉开 如果说囚徒这边能够多溜一会儿的话 再补一轮新棍子出来 站着别动 我来帮你 蝶 苗 飞 有电吗 没有 古董商这边还想打呢 其实应该有所感觉 这是一个精神 有所感觉 看到了吧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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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吓死个人 拉拉队这边机子差多少 差了一半 外面应该新补了 外面应该新补了 拉拉队这边要走了 看到了赶紧走 有加速 古董杀 画家兴起机子 对这就是高分段的球 你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所有选择都是第一时间做出来的 而且都是最正确的 红蝶由于这波精神交调呢 他没有下一波传送底牌切传的机会 去打古董杀了 所以古董杀这台机子 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修开的 画家这边过去卡着救人 三人开门战 对吧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穷者打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小孩真的 打到现在我都觉得是 平局的面大于真胜的面 当然在开门战的时候 他手里面是有那个 技能的嘛 可以顶级身 可以切传送 所以说呢 一面会有啊 一面会有 这里吃一刀 把人救下来 拉拉队员手里面一个加速 这边 拉拉队员 交加速 先进前面交互点 76的机子 画家这边想点一幅画吗 一个砸板 再补一幅画 好的 那密码机够了 这样的话是两边贴门 真的红蝶看不到一面啊 待会开门战 有加速的有加速 有画的有画 有棍子的有棍子 密码机已经压好 都可以开始看地窖了 说实话 画家已经贴上门了 这里还在等一刀 密码机 点亮 这个阵容打单刀型监管者 真的好厉害啊 穷者操作得到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小哈真的这么厉害的红蝶 你就看不到机会面 精神一刀 爆平了 爆平了 打得好的打得好的 两边打得都很好 但这把确实 我觉得这套阵容 被他们打出上线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